他妈的哪来的大胆毛贼 连苏家的东西都敢抢 苏家公子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在上京谁敢动苏家的东西 都得给我连本带利的吐出来 不愧是苏家的公子说话都这么硬气 楚先生有所指教 看来暗会也不过如此 苏公子后会有期 楚慕 你给我等着 李风男啊 听说你很会做生意啊 哎呦 楚总 可不敢这么说 我这是撞到运 虽然你这个人不怎么样 不过听说迎春堂对公众开放 还设立了慈善补助 嘿 我哪有这脑子 这都是祖奶人的指示 我全单照做啊 我跟你说 我们风男计算 每年要拿出20%的利润 来补贴迎春堂 祖奶人的指示 我可是不肯怠慢 这件事你做的挺好 嗨 那都是沾祖宗的光 您放心 只要您让我往东 我压根不知道西在哪啊我 李风男 要不说你能当首富的 真是脸皮厚吃个够啊 这您说笑了 我那是公伟 我遇到您之后啊 我真是毛色尽开 我对您的景仰 真是如滔滔江水 行了 行了 打住 你看 嘿嘿 看你这么懂事的份上 送你一个礼物 有礼物 什么礼物啊 训杂集团 这 怎么 不想要 想 不 我能拿下训杂集团也是为您照看 我随时随地听后拆遣 义不容辞 轮胡 你现在身手是越来越好 龙帅 您就别打气我了 我不明白苏家为什么这么在意这块宝石 龙帅 看来苏家的背后 没有那么简单 看来苏家应该只是块棋子 轮胡 立刻让您请加大调查力度 把查清幕后的人 是 这感觉 好像五年前那一碗 现在杀了他 不 酒醉失足 可能会更有效果 明白 记住 他媳妇要活的 但是 要生不如死 不管你是谁 我都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龙帅 你还记得吗 过了前面那条街 就是我们的大学了 还有你常去吃的那家小店 每次都加麻加辣 然后每次都辣得通红 然后你总想亲我 还想辣我 有吗 当然有了 毅然 等上京的事情结束了以后 我带你去吃更多好吃的 那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把这些天想吃的都记上 好的 毅然 我先去周围看看 你在这里等我 对不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应该道歉的是我 你没受伤吗 没有 那就好 我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朱先生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毅然 糟了 顶红临山 白冷虎 立刻通知第二小队开启轩原演 通知第四小队进驻上京 立刻追踪毅然 就是绝地三尺 我要找到毅然 是 总帅 毅然 我不会让你第二次再离开我 毅然 我不会让你第二次再离开我 毅然 我不会让你第二次再离开我 根据毅然的手机定位 应该是在这儿 姓楚的 这一回你身边没人了吧 毅然在哪儿 楚慕啊楚慕 你还是想管管你自己吧 在上京还敢得罪苏家 我看你真是不知好歹 接个让你刀爷来好好招呼招呼你吧 找死 说 毅然到底在哪儿 M79 到底是谁现在有这种武器 喂 龙帅夫人找到了 毅然在哪儿 在出城的车上 我不管是哪辆车 马上给我截停 是 毅然 等我 毅然 毅然 毅然你寻寻 你没事吧 毅然 我回来救你了 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毅然 真是感人至深啊 真没想到 看了一场赶天动地的生死恋 可惜了 跟苏家作对 只有死路一条 就让这烟花 送你们上路吗 三 二 一 在干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苏家大公子恐怕又成残废了吧 这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 不可能 老虎 你马上安排第四小队安装保护夫人 我不允许再有人伤害到他了 对了 你帮我查查昨天晚上开枪的是谁 此人能力不在你之下 必是国际杀手 是 龙帅 楚慕啊楚慕 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做了这么周密的安排 甚至请出 杀手把上高手出手 居然没伤你分好 哇 现在 是时候该问问上面的意思了 这个楚慕 已经不是我们苏家能解决的了 放心吧儿子 爸 已经给你报仇了 儿子 儿子 楚慕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大哥 不好了 巡放局那人来了 巡放局 来得这么快 老二 你先去等一会儿 我马上找人 好大哥 喂 立刻安排我离开上京 要快 龙帅 查到了 一共有三个嫌疑人 都是谁 国际排行榜上 这段时间有三个人陆续进入大横 经过排查 锁定杀手 大概率是排名榜第三的突救 突救 有他的信息吗 突救 仅仅出道三四年 出手次数很少 但从未失败 经常干掉同行 相貌和特点 几乎没有什么征兆 那天交手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他的实力 没想到竟然如此神秘 上京之行 越来越有意思了 公司 训达完了 我们苏家 这上京也完了 我的儿子 我的兄弟 都让姓楚的害了 您可不能不管呢 阿苏 慌什么 不就是一个楚慕吗 翻过了天 公司 可是石头丢了 我怀疑 和他有关系 石头 那个东西比你的苏家重要得多 你 算了 明天我就安排人送你去境外 上京的事 你就不要管了 有人会处理 公司 这么多年 我们苏家给您当牛座吗 您不会 苏炸红 你是在威胁我吗 公司 不堪不堪 一切听公司安排 想不到让人文风丧难的 横龙会第十队队长凌云 摇身一变成了滨南金融界的青年才俊 哈哈哈哈 龙帅 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三年前 你让我进去滨南 我这不时刻准备去呢 好了 上京的是 哎呦 祖宗啊祖宗 哎呦是哪阵仙本把您给吹去了 行了李凤塔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滨南证券的负责人秦岳明 你收购迅达集团的事情我不方便出面 具体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哎呦 这不是滨南金融王子吗 三生有幸 哎三生有幸 行了李凤塔 让你收购迅达集团的事情不是闹着玩的 这些年苏家的上京为非作乃一定有不少黑幕 我要你们把苏家的账目都查个底朝天 放心吧祖宗 咱可是快递出身 这回我亲自上阵 但凡是漏了一笔账 我一头来见 行我也不稀罕你们脑袋 除了苏家地下暗会也有不少私事 这样秦岳明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好的楚先生 只不过苏家到了 苏展宏却不见了 苏展宏 他肯定会再回来的 我说二位 我请了这汇丰楼的厨子 要不咱们 行了 拉肚子这么快就好了 我这不秦子孝敬孝敬您哪 喂 什么 明天就走 好 那好吧 就这么放我走的 没那么容易吧 不行 还是小心尾声 依然还记得这里吗 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当然记得了 当时你还给我买了一朵玫瑰花 把手都刺破了 当时太傻了 买花也放不住 还不如买点实惠的 约会当然要买花 这样才浪漫嘛 先生 是你 什么呀 没想到我们还会再见面 我叫顾倩 这位是 我是楚慕 这个是我太太 还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呢 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 有缘再会 什么 看到美女走不动路了 哪有 我只是觉得她很奇怪 奇怪 我都直接告诉我 她很奇怪 算了 解决了苏家的事 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终于再没人为难你了 喂 叶昆 什么 妈 怎么了 姐 你可得救救我们啊 小姑 毅然 你回来了 你说咱们是一家人 不过这亲兄弟也得名顺畅吧 小姑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如今我回来了 这个家 我就做主 好 我大侄女也是爽快人 想当年 你爸欠了一屁股债 就我心软 我二话没说 就把钱借给你们了 可是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你们是不是想赖账呢 妈 是真的吗 小姑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当年依然奶奶活着的时候 不是给她留下了一条 价值连城的翡翠项链吗 当年不已经说好了 拿项链换了吗 二嫂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想当年老太太这都痴呆了 拿那个地摊货 糊弄你们 连着我都上当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破玩意儿一文不值 我都亏死了 你 你根本不是为了你二哥 你就是为了老太太那点东西 废话少说 两个亿 连本带利 一分都不能少 要是没钱呀 我看这老宅子倒不错啊 唉 不就是这点钱吗 依然 你让风堂集团给划过来不就好了 还用得让你亲自出马 什么 风堂集团 不错 依然正在负责明堂 收购训达集团的项目 这点钱呀 不算什么 看不出来呀 大侄女儿 没想到 你从一个街头捡快烂的 突然变成富豪了 不对 你们再宽我吧 怎么样 到账了吧 算什么实相 小姑等下 你们还想干什么 奶奶留给我的项链 也该换给我了吧 哼 那破玩意儿 早让我扔了 你呀 既然东西扔了 就要用别的东西扔 抵押抵押 钱还了 押也得还 我要是不呢 小姑当然可以不还 不过这笔账我会记着 等我收购完训达集团 会好好照顾小姑的生意 你 你们 好 我回去给你们送过来 哼 妈 叶昆 这里是我和楚慕的家 以后没什么事 你们就也不要来 你 我是你妈呀 我来到这儿 是天经地义 你怎么能这么跟妈说话 当年逼着我嫁给苏少奇 把我赶出家门 也是天经地义吗